最後一場賽事 這一場1650米第三班的賽事如何跑 入閘了準備起步 起步的時間見到這名姑娘 她出得相當之快 外面見到壹定威、電信太子 跟著前面 相袍之聲都在前面 跟著就是信利王子 跟著就是天保 美好聖像、金子彈、花旗之寶 極風泰 跟著後面這隻馬見到這隻掌權之威 還有現在就是在電後這隻河東之聲 向著上山進發的時間見到這隻上袍之聲 依然帶著身位 第二就是這隻一定威 跟著裏面那隻名姑娘居 相當之好位 一步不斜的緊扣僵城 外面是電信太子 跟著後面那隻是信利王子 跟著就是天保 美好聖像、金子彈 跟著就是掌權之威 花旗之寶、極風泰 最後依然都是這隻河東之聲 向著上山進發的時間 見到這隻上袍之聲依然還帶著 一定威涉在中間的位置 外面那隻就是這隻電信太子 跟著後面那一碟 外面上來那隻見到這隻 美好聖像 跟著是成堆馬 見到信利王子 然後裡面是名姑娘居 現在天保 紅瓦洲這隻一邊騎一邊移 金子彈全程守著在內蕩 剛剛好多擠了 留意他入直路又怎麼跑 那隻掌權之威現在在中間上得很順 留意范二龍那隻極風泰 轉彎早段是沿途在裡面 現在輕輕才走到第二碟 在這個金子彈外面 前面上帽之聲仍然走先了 電信太子旗路反應一般的 中間有名姑娘居美好聖像上來 現在跌金子彈在後面不夠位 跌了下來近行看一看他 前面范二龍那隻極風泰已經在裡面 接著上來 名姑娘居一直跟他鬥 外面有隻掌權之威一直壓著美好聖像 前面極風泰一直壓著第一名極風泰 第二名名姑娘居第三名掌權之威 第四名才是美好聖像 那你看看 埋藍那隻墮了馬 近來近來一路頭都看在後面 看看好朋友有沒有事 他差不多都停了一手沒騎 但是看前面那些馬 已經鬥得相當之精彩 有這隻名姑娘居 少少出頭 但裡面這隻極風泰很厲害 三爬兩步過過去 但是在外面那隻就是掌權之威 剛剛影響輸的跑到第三 何冬之聲在大外檔 追回接近的名次 不過也威脅不了前面的馬 先看到墮馬鏡頭 金子彈你看看馬頭 看看右腳 看看右腳 是否明顯磋闊了 再有一下 這下馬失卻了平衡前腳 左前腳無法拿到力 就這樣踏了地下 幸好之前已經抽住了 不是撻住油 這裏跌下來 速度就不是很快 但你試試跌 也挺痛 當然 很厲害 初初以為很危險 但後來發覺也幸運 幸好他的頭不是向藍裡面的藍杆來撞 偉達 他也懂得跌 看一跌之下 你看看他 頭馬上打幾個關斗 先射了力 背著落地 應該他沒甚麼事 看來 沒甚麼事 看他站起來 補充一樣 這一場 這一場 這一場